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麥克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蘭花亭涼麵 這是一間老店 他已經很久沒有開店了 然後如今重新開店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那這是這家涼麵店正面的樣子 重車子也是一種很古老的車子 以前我小時候有一些肉粽啊 冰啊 都是用這種車子在販售的 流動的 附近我覺得不好停車 然後在廈門街77號 有確定地址我在講 菜單我就拍一下就是這幾種 其實沒有很多種 但是還蠻好吃的 剛好單比較多 小姐妳好 我想要請下你們這間店啊 新店在這裡已經開多久了 剛買一年 剛買一年 喔 也有一年啊 對 好 那我就想要點那個 欸 你們之前好像沒有那個XO涼麵對不對 它是小魚干貝醬有點小辣 這樣也算是名的特色涼麵對不對 好 那我就要點那個XO涼麵跟 三合一綜合湯 好 那這邊吃 這樣一種125元 好 那我要那個小辣 好 OK 那營業時間可以隨便問一下嗎 我們早上10點到晚上7點半 有工修嗎 沒有 沒有工修 沒有工修 喔 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可以再坐一下嗎 嗯 好 謝謝 那隔壁也是你們的嗎 是在吃工 有隔壁是別家店 喔 別家店 OK 好 謝謝 好 那這邊還有一些飲料 好 內用區就是長型的 好 就是 秤重的 其實 照正常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我跟店家的互動是很良好的 哈哈 有時候有店家就不知道怎樣 哈哈 好 那總之 就等於是講一下這個 早上的那個拍攝狀況 那 那 好 反正我個人認為啦 個人啦 只要態度不良好店家 我就是不會再去拍攝了 那代表沒有緣分 那代表沒有緣分 不管是說他們是 只坐賽幣人 還是怕被開罰單 那就是沒有緣分了 那就跟各位 說一下 好 謝謝 好 謝謝喔 好 那現在就試試看 好 這有蛋絲 紅蘿蔔絲 小黃瓜 絲 還有小魚乾 然後小姐講說 這原本就有小辣 好 半開時間跳過 好多年沒吃了 那網路上寫說 他是有50年以上歷史的老店 50年 好了 吃不吃我不知道啦 那現在就試試看 過去吃覺得對他的印象還OK 過去 這個XO涼麵吃起來蠻清爽的 其實個人認為 涼麵就是天氣很炎熱的時候 你吃起來會比較有食慾 像台北市最近的天氣都很熱 所以他會有這個氣候的加翻的作用 好 那跟之前一樣 他的份量是稍微偏少的 但是口味是好的 然後就有這個小魚乾 鹹甜鹹甜 然後的 鹹甜鹹甜的鮮甜味 因為有點小魚乾 然後再加上這個涼麵本身的 醋阿 蒜水阿這些 就是 基本的涼麵的味道 還有芝麻醬 都淡淡的 然後有冰鎮過 冰過了 吃起來就很清爽 唯一的我個人認為可以看得出的小缺陷 自己認為阿 他份量就是偏少 吃起來很清爽 朋友阿 有沒有看到喔 吃起來很清爽 很快就結束了 哈哈 好 裡面的冷氣也蠻強的 蠻舒服的 蠻舒服的 好啦 這個就是超級有名的涼麵 各位看到了 好啦 那我覺得分數是88分 分數我應該還沒講 好 OK 麵條蠻Q彈的 好 再來是這個三合一味噌湯 跟之前一樣 裡面一樣是有這個 應該算是 這個我之前看過 好像是油豆腐肝吧 算是一種豆腐肝好了 嗯 它蛋一樣是嫩嫩的 所以它的麵跟湯還是有像老店一樣的特色 我覺得不錯 好 不論它之前關店的原因是為何啦 至少吃起來跟老店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好不錯 好 可以看到它有小魚乾 所以它的這個湯的味道是很好的 有看到嗎 所以它這個湯的味道很好 好 嗯 好 鮮甜鮮甜的 然後我覺得湯的CP值比較高 好 那湯的分數我覺得90分 好 雞蛋也不錯 好 香菇貢丸 好 香菇貢丸 好 味噌的味道也很濃郁 好 香菇貢丸 好 香菇貢丸 好 香菇貢丸 欣賞這個一邊聽著幸運一邊吃涼麵跟味噌湯感覺蠻不錯的 算是涼麵店中走高級路線的店家 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